纳粹情报部门通过间谍得知 苏联第183场研发出两辆T-34中型坦克 而两辆坦克即将横跨苏联 前往莫斯科接受斯大林的检验 纳粹军官派遣特攻游击队 赌西代价在途中抢夺两辆T-34 这是俄罗斯影片坦克 二战名坦T-34的诞生之路 莫门罕战役中 看着满地被击毁的坦克 苏军意识到 他们需要一种真正的坦克 哪怕进入地狱也不会融化 就这样 T-34坦克原型被工程师柯石金研发成功 本来要运送到莫斯科参审 可接到了郭委会禁止运送 实验坦克原型的通知 不能含了重开发人员的信号 柯石金准备将坦克直接开过去 一个都笑了 工厂到莫斯科800多公里 只有7天时间 你要开过去 那是坦克 不是大货 没有上面的命令 他坚决拒绝 可是柯石金去意已决 他直接打电话给朱可夫将军 将军同意了 不过此相认为最高机密 不会通知任何部门 一次艰难重重的坦克公路之旅 就这样开始了 两辆坦克悬挂又同 后面跟着一辆装满燃料的卡车出发了 可在出发之前 潜伏在工厂的纳粹间谍派下坦克的图纸 还破坏了卡车里的氧气罐 那是苏联的道路交通非常长 不仅要长途跋涉 也要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 克什金趁机对坦克进行实地测试 记录着坦克各项数据 并将速度开到最快 两辆坦克撒换的在相间小路上 你追我赶 后面的卡车却有点不乐意了 如此谨慎的一次机密任务 你俩当越野旅游呢 卡车拦在前面 让坦克降低速度跟在后面 突然一只大手拍在后玻璃上 彼得都下衣机灵 打开车厢 他把一个女人拽了下来 选发那是装甲研发人员 被拒绝参与这次旅程后 他竟然偷偷地躲进卡车里 不过他却发现 卡车里的氧气罐被人破坏了 上面还看着有布 还没等拿下漏气的罐子 卡车直接被引爆了 这下凉凉了 所有物资都在卡车里了 乌鲁偏锋连夜雨 还没等跟踪已久的纳粹游机队 对他们动手呢 一伙土匪先杀来了 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两辆拖拉机 这玩意中地可老快了 那得省多少人工 这还是一伙务实的土匪 幸亏土匪只为劫财 一场乱战下来 几人毫发无伤地被土匪押回山寨 看到手下抢回来的两辆拖拉机 土匪头子都特别要哭了 这玩意可叫坦克啊 除了军队谁能看他中地啊 后面整不好就跟着一个装甲团 到时候都能给咱们爸爸挤出来 就当土匪头子准备放走他们时 纳粹游机队前来拜访 拿出一落现金 游机队要买下两辆坦克 土匪头子是个明白人 打着马虎眼忽悠着对方 这点钱也不够啊 就当定金了 明天再拿这些 拖拉机就卖给你 游机队刚走 土匪头子就找到柯士进 把情况简单交代了一下 柯士进也明白只有敌人才会卖坦克 只不过对方是怎么知道坦克在这呢 话还没说完 一缩子子弹射进了仓库 拿出游机队开火了 他们没耐心等着交易了 直接武力抢罗体三四 土匪头子火更大了 几个二臂手下非得抢什么拖拉机 这回好了 小命都可能留这儿了 柯士进趁机让土匪头子放了他们 只要他进到坦克里 一炮就轰飞这帮人 土匪头子也没办法 只能同意了 柯士进跑进坦克 可此刻他想的只是一走了之 因为他们压根就没带什么炮弹 驾驶员却神秘 兮兮兮掏出一根炮弹 这个本来是他要庆祝时大一炮的 第三四大县神威 终于展现了坦克和拖拉机的区别 炮口对准山顶 一声巨响 整个世界终于安静了 坦克上的油桶被打成了洒水壶 备用燃料彻底没有了 请神容易送神男 为了让他们尽快离去 土匪头子只能拿出了他的私藏 加满备用柴油 两辆坦克再次出发 路程行驶到一半的时候 他们又遇到了白军 对方让他们出示证件 接受检查 可是竟认为交涉只会浪费时间 不如一走了之 彼得却要走正规途径 可当他一目都 尴尬那味就立刻有了 证件早在土匪窝整丢了 他让对方等他一小会 几人冲开马队扬长而去 白军尚未也急了 既然你们不按套路来 那我就得摇人了 那岁那边也气得不轻 一帮训练有素的特工小队 竟然收拾不了五个人 他派出了王牌特工小队 大光头摩托队申请出战 夜幕降临 除了驾驶员 坦克里的其他人都进入了梦乡 大光头摩托队却偷偷跟在后面 一个队员爬上坦克 永汉将把坦克装甲切了小洞 然后准备释放毒气 突然一束白光照亮黑夜 警报声骤然响起 坦克紧急刹车 大光头摩托队下的纷纷逃离 坦克上的队员更是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 原来是白军摇人来了 他们大喊走出坦克投降 否则将用反坦克穿甲弹击穿他们 克什金有点担心了 可犬发妹却怂恿驾驶员继续前进 他们的坦克只要在行动中 对方的穿甲弹根本伤不了他们分毫 一声跑响 坦克彻底不动了 克什金暗自叹气 都炸成灰儿了吧 可下一刻 坦克又缓缓地前进了 两人毫发无伤 仅仅是被震得有点耳鸣 这回克什金也有了信心 他们也随后跟上 白军方面却有点懵 难道没打到吗 又是一声炮响 三人也仅是感觉微微一颤 两辆坦克随后消失在黑暗中 看到T-34面对穿甲弹 也是毫发无伤 大光头心中震惊 他一定要成功搞到T-34 两辆坦克一路狂奔 离莫斯科越来越近 可惜经过一座小桥石 后面的坦克还是压他了小桥 前面的坦克需要绕一大圈才能牵引 为了节约时间 可惜经决定驾驶一辆坦克先去 留下彼得和驾驶员 可惜经三人向莫斯科继续前进 雨越下越大 可惜经让停车检查一下路线 卷发们也正好出去方便一下 趁着可惜经不备 驾驶员瓦西里竟然把他打晕了 原来他就是间谍 他开始栩栩叨叨地说个没完 可惜经趁机破坏了电源 停车后无法再次启动 瓦西里怒不可遏 他拿起大锤 要就地解决掉可惜经 这次却是铁锹大显神尾 卷发妹在后面跟上了坦克 也不知道在哪找到一把铁锹 两人把坦克隐藏好 一路走向莫斯科 莫斯科红场上 斯大林检约着所有坦克 唯独到T340 却只看到了可惜经两人 他都怀疑研究出来了变形坦克 平时可以变化成人形吗 可惜经一脸无语 尴尬至极 就在这时 一阵轰银声传来 两辆T34先后开进轰场 仅七天时间 T34完成800公里的越野 成功赶到了莫斯科 所有人赞叹着T34的性能无语伦比 可惜经却是一脸懵的 这两辆坦克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寻求解决办法的彼得 突然听见远处传来车声 两人躲进了坦克里 大光头只惦记着偷走坦克 上来就启动了摩托队的全部力量 一点点把坦克拽了出来 本以为大功一见 坦克却自己动了 看着坦克甩飞了所有摩托队 大光头起得牙根痒痒 他拿出反坦克手雷 想宣泄心中的怒火 结果自己却见了上帝 出场不苟言笑的大光头 到最后也只剩下了一只鞋 最后找到了瓦西里 成功队连上另一辆坦克 两人在最后一个终于赶上了检阅 从这天开始 T34开始量产 成为二战上最著名的坦克之一 直到2021的红场阅兵 大头阵的仍然是T34 只可惜科士金基劳成疾 医患肺炎于1940年9月26日病逝 最终还是没有看到T34的精彩表现